《五十七中國政勸報》 東方航空從滴停到漲停 2015年7月10日衍生品對沖A15活心兩氏大盤昨日強勢反彈 場內題材熱點也被再度激活 東方航空昨日從滴停板到漲停板 震幅約20% 東方航空組盤以滴停駕開盤 此後震蕩拉升 五後半隨著成交雅的放大 股價封死像停板自修盤 尾盤報收於8.33元 值得注意的是 東方航空昨日的成交雅達到32.31億元 較此前顯著放量 分析人士指出 國家訂票量與往年相比保持平穩 但今年航空公司還是普遍增加了運力 尤其在國際航線上加大料投入 其運價也略有提升 此外 國內海濱城市 西北西南旅遊目的地及東南 日本等旅遊航線一如往年漲幅明顯 其中 去乃而往的相關數據顯示 今年暑期機票的搜索與訂略整體比去年同期上漲了超過30% 當前國際油價依然處於低位 航空公司成本端收益非常巨大 而隨著暑期客運形勢的火焰 相關航空公司增收增利確定性大增 東方航空的股價具備業績支撐 如果市場短期可以震盪企運 東方航空有望保持強勢 徐偉平